我没有咬 哎呀 咬不进 黄药氏曾将猝死酒店 曾经当众侮辱谢贤被掌锅 嚣张跋扈的谢贤 最后为何会对曾将低声下气的道歉呢 谁能想到曾经叱咤风云的老戏骨 最后居然孤身一人猝死在了酒店里 近日曾经在83版社雕英雄传中 饰演黄药氏香港男演员曾将被暴去世 享年87岁 居其女儿透露 父亲在去世前曾经向他求救 曾将在酒店隔离期间 打电话给女儿说胸口疼 而后女儿立即派人送药给他 没想到第二天却突然去世 曾将一生出演过无数经典角色 从射雕英雄传里的黄药师 再到激战黎明里的金牌配角 但鲜少有人知道 曾将本人背后的传奇故事 甚至比他出演过的片子更跌宕起伏 2015年在一档综艺节目的招待会上 谢贤当众怒甩了曾将一见耳光 而之后谢贤却在采访中说 是他侮辱自己在先 原来在节目里 谢贤由于好几年没有录音 所以有些生疏 便浪费了一些时间 而在一旁的曾将不耐烦了 并开始抱怨谢贤 曾将走来走去表现出不耐烦的样子 在谢贤看来 他就是在鄙视自己 而谢贤立马怒火中烧 不客气的说 从来没有人可以这样和我说话 这是在侮辱我 因此两个互相看不惯的人 在后来的采访中 没有说几句话就动起手来了 此事立马成为了 当时媒体报道的头半头条 这一巴掌不仅打放了两人多年的友情 也打响了整个娱乐圈 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掌握事件之后 谢贤曾将当众表示 绝不会向曾将道歉 谢贤的狂傲 也彻底惹怒了曾将的前妹夫王宇 一位黑白同吃的超级大佬 听到曾将被打的消息后 他大发雷霆 随即喊话谢贤 爬着来台湾见我 谢贤听到后还是怂了 2021年3月28日 曾将因病住院 谢贤借此机会特意前去探望 不仅主动与曾将拥抱 还就之前都不当行为 向曾将道歉 兄弟两人坏干戈 为玉博 兵实前嫌 如今曾将王宇都已经相继过世 他们几个人的暗怨 也随着世界慢慢消失 一代巨星的时代 也就此落下帷幕 对此你怎么看 欢迎在下方评论